终究这件事情就只是吃了个大亏 我知道这个就是在抽芒包 只是没想到这个结果是长成这样子 嗨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是雪兔 今次我要来跟大家 去跟业者好好的聊一下天啦 前情提要 在上个月的时候 雪兔有发布一支 关于抽文具商品的 搞累福袋那些影片 实测出来发现 16包里面都是1到3星 保底3并没有任何4星跟5星 而他的外包装写着 新抽5星 有些人呢在留言有讲说 他不是只有讲保底3星 谁说一定有5星的 我也只能说 如果他真的要这么硬拗的话 那你的标题也不要这么的有 刻意引导性吧 你写新抽3星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任何人有意见 而且对于你只有3星这件事情 也非常的OK 但你就是写新抽5星 就是希望带给消费者 认为这个产品里面 是有5星的存在 也有人在底下留言说 他在抽的新抽5星 是有5星的 当初我去 就是我其中一个 见面会的地方呢 那个文具店的老板也有跟我讲 他们这边的新抽5星 是真的有5星 有人上次在这边散抽 有抽到5星卡片 雪兔有说过 那时候我没有打给核心负责人 而那个负责人有跟我讲说 他就只不过是提供了这个外包装 来授权给底下的人做使用 而他本人呢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当初是听信了这个说辞 可是也有人的留言讲说 怎么可能会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呢 你授权就代表 一定会获利 所以你才授权嘛 那我想了一下 也是啦 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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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其他地区的新抽5星是有东东的嘛 那我们刚好在桃园这个地区的新抽5星 这一个赖心负责人呢 他所制作的 啊 就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我打算 也因为那支影片也已经超过了2000以上的赞数 那我就打算 今天打电话去跟这个赖心负责人呢 了解一下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首先这个赖心负责人的电话呢 我很早之前就已经 请我的老婆给记录下来 呃 喂你好 请问是赖先生吗 嗯 你好 你好 我是雪兔 我是一个网路的创作者 然后 呃 最主要是 现在人在过 我现在人在国外 正在漫游啊 我可能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讲太久 不好意思 好 我会打完再跟你联系好了 好 那可以方便询问一下 大概几号我可以方便联系您呢 刚刚我们直接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他是只讲说他人在国外 然后 使用漫游 那我只能讲说 嗯 奇怪 如果你要我约一个另外一个时间 来去跟你联系的话 那你应该要给我日期 而不是直接刮断 再来的话呢 漫游这部分是能产生多少的费用呢 我是没打算跟你聊太久了 我现在已经记了一个简讯过去 跟对方讲说 我是雪兔 然后我是一个创作者 我想要对他的新抽五星呢 和他小小的聊一下 无论是漫游的费用负担呢 或者是你真的没办法 我也可以跟你约个其他的时间 来去做访谈 我看十分钟之内 他会不会回复给我一个 比较满意的答复 那倘若没有的话 我再打电话过去一次 好 我们等十分钟过后 十分钟过去 这边还是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所以我打算打电话给另外一个 当初那个何姓负责人 文具你好 呃 喂 你好 请问是何先生吗 呃 我是雪兔 你好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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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再打电话跟你来去打扰一下 我想询问一下 关于当初的新抽五星这一块 因为我有打电话给那个 賴姓负责人 然后他 本身人好像 就是他讲说他人在国外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在台中唐彩的文具店那边的负责人 有办法来去跟他联系吗 因为我看到他们那边 其实也是有 您的这个包装 以及也是一样的是新抽五星 那边的负责人有在跟我讲说 他们这边的新抽五星呢 是真的有五星卡片在里面 然后也是真的有人有抽到 他们有亲眼看到 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 那边的负责人会是谁 想要跟他询问一下 关于 这是賴姓森的 上面写新抽五星的人 嗯 应该是賴姓森的 我带自 带自我那一月来听一下 可是你不是说你有 有不同地区的负责人吗 还是说 新抽五星只有他们 然后 另外一个的名称 应该是其他的 新抽五星只有他们而已啊 所以 他其实 整体的配率是各自不同是吗 刚好我们虽小抽到一个 全部都没有的东西是吗 等一下 先问你一下 因为你那边把我的 和你的对话 你也把他在 网路上公开了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公开 你结了一段啊 对不对 我只有讲说 我只有讲说 谢谢 我只有讲最后的结果 我们中间讲话的 内容没有公开 我要很冒昧你一下 你现在没有录影 呃 有 有吼 好 我们就是让你讲重重点是 新抽五星只有 賴先生他们公司有在卖 因为出去的话 也应该是賴先生他们公司的 但你要看到 他假如说他人不在国内的话 他应该真的不在国内 因为他们做完去的 就会出去玩面 去看看 事实上还是这样 真的 还是都出去出去了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他应该是新种 五星都是他们的 他在台中没有分公司 没有错 我能告诉你就是这样 他实事上也是 有没有人抽到 就是他可能刚好 你买到的那一包 刚好是比四星都没有 我们在做后 不会做到这么离谱 而且我们 也不可能说 五星不大一样 我觉得是这样 八号我自己在做过 我想说 你会在外面看到 有个十分十二 还是多有 二十分之一 可以中五星 然后跑到第三星 跑到第四星 我们都一定会让人家中 如果这里出出去的话 一定都会让客人中 你说一套里面吗 对对对 以我在做过的话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做过 带给经销嘛 那 那一天 再一天也是 看了完你的 V2B之后 他来跟我讲 他说 他并没有跟你讲说 他一定会中五星 那我说 那我不知道 那你要跟你说 他们去连接 他说他也在等于电话 他说他好像 可能还没出过 然后他又出他在等于电话 那我觉得这一块 我有办法来去 改变一下自己的说辞 但这一环我也不得不说 我可能往后 这个新抽五星呢 我应该也会 就是斟酌来去 对这件事情评论 看有没有机会 我再买一个 就是一整套 可能上面写十六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这一套 然后我再来抽啦 对对对 毕竟他都有标榜会中嘛 对对啊 而且我们 我在做二有二十分之一 跟二十分之二 中五星 就是二十颗里面有五星 有两颗 这个都是一定的 两个实在的 以前可以多二十分之一中一颗 然后卖那个蓝奖 就是到了后面 我们现在我们的五星 性价比较便宜了 我们也会做的比较优惠 就比较二十分之二中五星 如果大家手 这其实真的 你要帮我们去申请嘛 我们做货 什么卖货 大家都赚在一个合理的赞加 在赚钱 我理解 就是赚个合理钱 大家其实不会有任何的意见 何先生这一块 这一块我了解整个所有 那之后我有机会 我也会再买一套 那个二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二的 来给你 愿名真身 别担心别担心 OK 但这件事情我会再跟賴先生后续来去做联系 看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或什么的 因为我有传简讯跟他讲过说 会再跟他约时间 看他的状况为何 今天的这一个录音的话 我尽量不会以过度剪辑的方式来去呈现 然后我会把一些重点来去提及 那我也会把上一次所没提及到的东西 影片所没讲到的东西 我会在这一次好乐来去做解释 不会再造成你们的麻烦 感谢何先生 那有 最后你有任何问题 你也可以再跟我讲一下 好 不好意思 谢谢 对 他跟这问题不懂 也可以跟我说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之后应该也会再拜托一些事 好 感谢 谢谢 好的 那刚刚呢 其实 何先生 就是何负责人呢 他有打电话来讲说 我们前面的 对话 他希望不要有他的声音出现 然后我尊重他的个人意愿 刚刚的对话当中 其实有蛮多重要的资讯 我在这里来去小小的提及一下 首先 这一个何负责人 他有在讲说 赖先生呢 他人呢 是在国外 他们所负责的这个新抽五星呢 无论你在各省各地 你只要看到新抽五星 基本上就是那个赖先生 他们这一个玩具公司所制作的 应该是玩具批发的厂商所制作的 在其他地方呢 我在唐彩数据那边其实有听到 就是有人在玩新抽五星 其实有抽到五星的 但事实上水兔做了一整张测试 就是刚好没有 他在电话和负责人就有在讲说 只要有人打电话过去 跟他讲述着 可能抽了很多 都没有抽到任何一张五星 或者是四星的话 他就会跟赖先生讲 然后赖先生呢 就会可能给一张五星 让那个购买的民众 可以拿到那张五星 算是一种补偿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有点神奇 假设真有此事 那在第一次我打给何负责人的时候 他应该要留下我的资料 让这一个赖先生可以联系到我 来去寄见这一个五星 但他没有 再来的话呢 是何负责人在给予这个包装 授权给他人来去做使用的时候 何负责人 你自己也应该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 你没办法去做切割些什么 当然何负责人也是有讲说 他所去制作的 二十分之一的那种 匆忙包的那些系列 他都是非常诚信 只要你整套包下来 就一定有五星 然后我也相信 这个我完完全相信 只是我就讲了 一码归一码 你所制作是你的制作的 可是你既然都把这个包装 授权给他人 那你也是要负担这方面的责任存在着 那我知道制作的人并不是你 要去找这个赖先生来去讨个说法 这方面我也不再去对这个何负责人 可能再多说些什么 等下再看到书局的那一些 可能几分之几的 你们可以斟酌去玩一下 回归到了这一个 我们所谓的新抽五星上面 所以说何负责人讲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诈骗了 或者什么东西 你可以来去告他 但实质上 其实这件事情 根本没办法去告 这一个赖先生些什么 只是这一个新抽五星 上面他确实没有标榜着说 他一定会出五星 他就只是一个诱导的嫌疑 让你会觉得说 自己好像有五星在里面 其他人有抽到 好不好 这方面就引导出了一个问题 他的配率非常有问题 我身为一个购买的消费者 我可以大声的说 我对这个非常的坑 别买 当然他既然有 会出五星的可能 再换一个说词好了 假设你们真的嫌钱多了一点 你就偶尔抽一次就好了 我自己在思索了一件事情 假设我是厂商 在这边呢 我列举了两种状况 如果我是贩售这个新抽五星的 我看到了一个网红 他在去开箱我所贩售的产品 发生了这个状况 我会想要第一时间 赶快把这件事情给他处理掉 如果真的这个配率 它是意外的话 那我更应该要 赶快把这件事情给澄清起来 就是刚好你的 这个在包装上有一些意外 所以我想要来去做一些赔偿 第二种状况呢 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 就如同先前和负责人所说的 我在等待这个受害者 找我来去五星这一块的赔偿呢 跟对方来去做告知 安抚他的情绪 上述这两个状况呢 都是为了要把自己的商欲搞好 反正就是会有一个补偿的机制 可是我所得到的结果 无论是他们有没有主动联系我 亦或是我打电话过去 给赖先生所得到的反应 都让我觉得 特别受尊重 我不确定我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 来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虽说认为自己有一点点的是 被骗 终究这件事情 就只是吃了个大亏 我知道这个就是在抽芒包 只是没想到这个结果是长成这样的 往后真的又有谁来去做 这方面的服带或者是干嘛 那我拿吃新疯 我可能也还会再去测试一次 就真的不要 各位 你们再去做贩卖这个服带 或者是再做这些盈利的商家 真的不要用这种侥幸的心态 哪天你被我抓到了 被我痛骂一顿 真的别怪人 你怎么不怪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呢 好啦 那各位观众朋友 我是雪兔 这件事情 还会有个后续 但我就等 我会再更新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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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